主持人 仲敬佛 仲敬佛 兩個佛之間 中間有一個 觀音菩薩撒幹路 請問 惡鬼從哪裡來啊 各位 回答我 惡鬼從哪裡來 惡鬼啊 都是從人來的 對不對 貪心鬼 澀鬼 酒鬼 高利蓋的 放高利袋鬼 對不對 人心不好的時候 就會變惡鬼道 這些惡鬼從哪來 其實是你在前一世的時候修行而造的惡業 其實惡鬼道也是從人來的 所以人有時候要退一步的想 得饒人處且饒人 不要把人家逼急了 你對人家不慈悲 有一天你很痛苦的時候 被人家詛咒 舉個例子 我多說幾句 各位不要介意 師父有看時間 告一個段落 我就會今天下課 新加坡的人面臨著馬來西亞 旁邊很多的回教國家 有馬來人 有印度尼西亞人 有印度人 有 Bangladesh 新加坡的人很多的人很有福報 物質上很有福報 可是心理上都很恐懼 為什麼 都恐懼 師父那個人有沒有給我下醬頭 很多人來跟我會課 第一個就問 師父 我旁邊有沒有 你怎麼都是疑神疑鬼的呢 你的心裡要正大光明一點 你常常想鬼 你將來就會變鬼 你真的念佛 不要去看鬼電影 真的 你念佛 拜佛 拜佛菩薩 佛菩薩會互念你 而至於那些不好的因緣是哪裡 是你過去的夜 常常動不動就看到 我告訴你 師父 有人來指點我耶 有人跟我講大悲咒 有人會跟我講地藏經 幸好 那個都是幻境 佛菩薩不會用這種方法教你佛法的 所以 希望大家不要疑神疑鬼 若你碰到了 你就念佛菩薩的名號 或念二十億遍的般若心經 幻境它就會消失 請看下一張 畜生道 你看 畜生從哪裡來 其實也是從人變的 會變雞 鴨 狗 貓 過去就是起了貪嗔痴 違反了五界十善 傷害了很多的眾生 對不對 比如說鴛鴦是從哪裡來 鴛鴦就是過去破邪淫界 而墮入到畜生道裡面的人 所以我想 給浪以後很多的女生 都會變鴛鴦的 你多讀一些《十善夜道經》 就會知道 對不對 你今生所做的都是違反五界十善 將來你就會受苦 所以今天要看 大竹石窟 六道輪迴 是從你的心顯現 那這六道裡面中間有佛性 好 接下來 十二因緣 請看 第 二十七頁 先給我講一段 好嗎 抱歉 耽誤一個點時間 請看 心二 別說 細說三流 我先白話翻譯 這一段我明天還會講 請看 雲河叫夜流 所有的眾生所行的諸行 行就是流動的意思 這些都是由無名原形 以及一直到愛取有為因 所以就產生所有的三界的一切眾生 這叫夜流 像夜的瀑布一樣的河流 像夜的瀑布一樣的河流 the river of the karma 就像夜一樣 那第二個叫做 the river of the defilement 就是defilement like the river 就是煩惱流 什麼煩惱呢 他講是 接下來 明色 再來 六處 再來 眾圓合合 就是他講十二因緣裡面的 各種 這種 無名原形 行原是 是 然後圓明色 六入 也叫六處 觸受 接下來 再看 觸受 後有 生死等 次第而生起 這就是苦流 所以他講夜流 煩惱流 跟苦流 請看一下 六道 輪迴圖 剛才講最外一圈 就是十二因緣 對不對 可是你看 在六道裡面 其實都有佛菩薩 老實講 佛菩薩不用到人間來 佛菩薩為什麼要來人間 或是來人呢 實現在家出家 度眾生 是他的大悲願心 所以這六道輪迴圖裡面 就有十二因緣 再來看 佛陀為聖弟子 昼夜先說什麼 世帝跟十二因緣 世帝雖然講苦極滅道 但是苦極滅道把它擴展起來 就是講十二因緣 好 什麼是十二因緣 看這裡 本燈片上面寫 第一個 右上角 無名原形 行原事 接下來 明色六入 觸受 愛取有 生老死 就像十二個 環一樣 這樣連在一起 這叫十二因緣 老菩薩不要急慢慢來 師父會慢慢講 因為我後面還有圖片給你看 先知道說 我們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就是這十二個因緣 像十二個鏈子一樣 把我們綁起來 請看第一個 過去式的因 無名跟行 注意這裡的行不是行為 是指造作或牽流變化的意思 在幻燈片上 我有加上英文 所以有些臉有可以看 我們佛經常常講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若問來世果 現世作者是 很多人都常常會問 師父啊你覺得我過去式是什麼 我們都很想知道過去式 其實過去式是因 那就看你現在是碰到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這叫過去式的因是無名跟行 現在世的果 就看你的煩惱 你今生相貌長得如何 你的福報怎麼樣 你嫁怎麼樣的老公 你才華如何 其實都是你現在世的結果 都是你過去式修的 比方說有人相貌他就很好 你看看在新加坡也有印度人 印度人的相貌都很好 為什麼他雖然不是佛教徒 可是他常常喜歡去供花 供登 所以他們祭祀的這個功德 讓他相貌 五官很好 那你看看外國人 很多人外國人都很有福報 對不對 做生意都很好 因為他都很喜歡做cholesty 慈善事業或演唱會 他一供養都是好幾百萬的美金 所以他今生會有這麼福報 那是他自己修來的 先看現在世的果 請看 第一個是consciousness 你會有認知 記憶跟儲藏 從小的時候呢 你記得爸爸媽媽 跟你講過什麼 第二個名色 名色這裡就是name and the form 包含著心理活動跟物質存在 接下來六入就是六處的意思 就是有六根眼耳鼻舌生意 接下來一出生的時候呢 娃娃一出生 你有沒有看過哪一個娃娃出生 大部分娃娃出生的都是什麼 都是哭的對不對 因為呢以現在科學講就是 他包在媽媽的羊水裡面 當他一出生的時候 皮膚碰到空氣的時候 就像刀叉一樣 所以他大部分都是哭的 娃娃大哭 所以在醫院裡面的護士呢 一個小朋友說不會哭 他要把他拉起來 然後打一下屁股 對不對 讓他氣通了一下 他就哇 在哭 你有沒有看過哪個小孩子 咯咯咯咯咯咯我來的 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他有觸 接觸的觸 然後他就感受 feeling 這個觸呢有各種接觸 接下來受就有身體的感受 跟心理的感受 好這就是過去式的因 然後到現在式的果 到受是一個階段 接下來還有愛取友 先看一下照片 這個十二因緣是很重要 你看行 我剛才講行是流動的意思 movement like the river flowing river 你看我們的線頭 注意聽這裡的行不是行為 是指流動的意思 我們的念頭像無盡的瀑布一般 你看 他會有造作 有 牽流變化 所以我們出生到現在 你學佛法以後 你說師父我常常很難控制你的念頭 對 你的念頭 生生世世就像瀑布一樣 從來沒有停過 因為這個念頭不是從你出生的時候 是在你還沒有出生出生之前 無量節 你的念頭從來都沒有停過 其實你現在今天晚上聽完經回去睡覺 你的念頭還有沒有 有 他只是降低活動的頻率 所以你晚上會做夢 夢就是因為念頭的流動 然後有些人明天去做工 做工的時候還會做白日夢 流口水 你看我們常常都在發夢的 知道嗎 對 好 在這裡特別注意 現在是煩惱的流 夜流 特別注意 明跟色是names and the form 它包含心理活動跟物質 好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來了 我們從修行來講 我們要從哪裡切斷 接下來有一個問題 Q&A 你先回去想 這十二個鏈子 你告訴我 你要從哪裡剪斷 不同方法 不同的經論 就有不同剪斷的方法 好 那從南傳佛教清淨道論來講 是用第六個跟第七個 觸跟受開始 所以南傳的人 男女受受不清 接觸 因為你一接觸以後 五根跟五 全部都起作用了 所以南傳佛教的人 是很嚴格的 男女是受受不清的 第二個 第七個 受相應 受 他要受相應 他告訴你 人 比如說南傳的時候 你不穿鞋子 走在精型的時候 對不對 鞋子呢 因為你腳不穿鞋子 所以你就有石頭刺到你 哎呀 好痛 他就問你 受相應 觸相應 痛從哪裡來 所以換句話說 真正修行 以現在式來講 不要讓你受苦 就是你在身體 跟外境接觸的時候 你要能夠控制自己 身的感受 跟心的感受 我先講到這一段 因為我有照片給你看 我準備了這麼久 沒給你看 有點可惜 好 先看 人生不是很孤獨的一艘船嗎 對不對 你來出生的時候 其實很孤單的 所以可以舉手告訴我 除非你是雙胞胎 我出生的時候 我是三胞胎 對不對 出生的時候 人都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來 現在是問你 你仰然還沒有投胎做新加坡人 之前 你是誰你知道嗎 很多人不知道 你慢慢修吧 修到你有聖身禪定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潛意識是什麼 所以人生是如孤俗的一艘船 接下來你看 New Rebirth 哇 Congratulations 你會選 You are mommy You are daddy 你看 小朋友 你看這小朋友很小喔 對不對 他只有一個人的手臂這麼大 對不對 人呢 這個就是呢 是 是 他有意識 明色 他有身體跟感官 六入 他就有呢 這個六個 眼耳鼻舌生意 六種器官 你看 他一生出來的時候 他很開心 對不對 他的爸爸抱著他接觸這個世界了 你看 Happy baby 對不對 可是有些小朋友也是呢 Crying baby 對不對 有些人每個 你可以看到 有些小孩為什麼他很有福報 他前世秀來的 有些小孩一出生 就變South Africa 也是他前世造惡業造成的 對不對 所以當一個小孩來人間的時候 是他過去式的夜 就像影子一樣永遠跟著他 接下來 到了年輕人 好 觸受 接下來我明天要講 愛取有 我先給你看圖片 你看 Young people 開始呢 從小讀書 開始慢慢長大了 就是變青春期了 所以青春期的小孩是很叛逆的 對不對 那年輕人愛什麼 哇 你看 年輕人需要朋友 Friendship 年輕人需要呢 尊重 Respect 年輕人需要什麼 Confidence 自信 尤其在新加坡 你多元的國家 可以看到國元的種族 你也會看到多國的友誼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接下來你看 年輕人呢 很瘋狂的 對 Fending life 跳舞 唱歌 對不對 夜店 我想在座的所有老菩薩 你可能跳不起來了 想當初你年輕的時候 也是很愛跳的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看 我們人慢慢慢慢老了 年輕人呢 有他充滿的活力 但是如果年輕人 把它運用在好的地方 年輕人也有創意 這就是要說 觸受 接下來 愛取有 愛取有 請看 愛是指貪愛 現在是 我們對很多東西都很貪戀 我們很貪愛 看到這個眼 所以我們主人講 看到帥哥美女呢 欸 中國人結婚的婚 看到女人 就頭昏昏 就結婚了 這是真的啊 各位都昏過嘛 對不對 所以 愛是指你貪愛跟執著 取呢 就是你執著於所要的對勁 你希望他要 你看見一個漂亮的衣服 在OG building在大折扣 你就很想 哎呀 我要把它買回來 穿在我身上多高興啊 你看 你就會想要 待會呢 你就hop a friend 就看到 哎呀又有大水瓶 discount 很漂亮的一個 Gucci的袋子啊 哎呀 太棒 你就會想擁有 你看 取就是執著佔有的意思 接下來 第十個有 你就是希望他屬於你的 存在跟生存 這是現在式的因 接下來未來式的果 看 就會有生 生就是再投胎 接下來 老 old age 老代表衰變 還有 壞面 好 請看下面 好 繼續 愛取有 對不對 看到帥哥美女 心臟就 就跳了 就get married 對不對 好 那現在看 家 就像這樣 中國的家 是這樣子寫 對不對 就是家是上面一個房子 就像這樣 三角形 對不對 一個屋頂 然後家 然後下面是什麼 就是豬的意思 就是家就被綁住了 你看 結婚的時候就被框住了 可是現在有問題了 那真的結婚的人呢 他會不會後悔呢 其實大部分人都後悔 Why did I get married 好 我先問一下 在座結婚完了以後 你很後悔的請舉手 有沒有 假如現在給你選擇 你會說我不想結婚的請舉手 好 沒關係 好 那假如你現在再給你再選擇一次 你說 假如我結婚的話 我要瘋狂的再結兩三次的請舉手 不過人很奇怪 師父啊 在家出家都能修行 不過出家人很羨慕 在家人很羨慕出家人 對不對 可是出家人如果沒有轉自己的業力 也是很羨慕在家人有福報 到處坐飛機去哪裡去 其實答案是 但是不論在家出家 關鍵是你要轉你的業力 你了解佛法 假如你轉了業力 你在家是夫妻同修 一起是佛化家庭的話 你也是會很好修行的 可是這張幻動片是給你看什麼 年輕人常常問 Why did I get married 人為什麼要結婚呢 我也問過很多人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結婚 他說 哎呀 陶哥老婆幫我煮飯跟洗衣服嗎 那我說煮飯 那你不會取個印度飛翁幫你煮嗎 洗衣服呢 那你不會買個洗衣機去幫你洗嗎 講來講去 我怕孤單囉 那我說你買個小熊威尼就可以抱囉 其實人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要結婚 從佛法的角度來講 是業 因為你過去世也是夫妻過 阿南尊者跟摩登前女佛就在楞言經說 她五百世都是夫妻啊 在天上做天人的時候也是夫妻 在人間做人的時候也是夫妻 但兩隻是小動物的時候 兩個人還是夫妻的 只是我們忘記了 好 接下來 愛取有 再看 愛取有以後你接下來就很苦啦 對不對 未來世的什麼 果 就是什麼 生命會結束 你會重新再投胎 rebirth 生起 生起另外一個生命 接下來就是老 old age and death 剛才叫做代表衰變 跟呢 人都會慢慢的老 好 所以看下面 哎呀 越來越老了 這對老夫婦還不錯喔 你看喔 他笑得很開心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語有常常說 牽手的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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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牽太久其實哪一個先走 其實老人喔 最孤單的是什麼 你的老伴先走 你真的會很痛苦 因為你一輩子牽太久了 突然走的時候 你習慣的一起生活的時候 沒有人在你旁邊 你也會很苦 第二個我同時要提醒 就算出家了 出家了有同餐道友 也不要太年 比丘跟比丘成為同餐道友 也不要太年 太年會有執著 比丘尼跟比丘尼做道友 相互鼓勵也很好 但不要太年 師父跟在家居士 相互學佛法也很好 所以不要太年 所以我一年來兩次就好 不要來太多次 不然你會很痛苦的 當你的師父斷肌的時候 你會很痛苦的 當你突然你的徒弟 得了癌症的時候 講真話 做師父的也是很痛苦的 再看下面 老的時候呢 看下一張 老的時候假如你有福報 你又不會催催念 還有人緣 雖然流口水 走路慢一點 臭臭的 可是你有福報 人家照顧你 這是你的福報 看他這一張 多可愛 對不對 因為你老結了緣 因為你平常幫助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當老的時候 別人也會幫助你 接下來 也有人老的時候很怕死 這張圖片就是他得了癌症 你看他的臉 非常的痛苦 老的確是 每個人的際遇不一樣 遭遇不同 接下來呢 假如你老的時候呢 還有老伴老伴 在外國的人呢 很喜歡呢 老伴呢 一起去全世界旅行 對不對 坐在同一個椅子上 看著海邊 很好 但是有一天 若你的老伴走了呢 所以 為什麼出家 有出家的宿舍 就是斬斷 對世間 所謂人情的留戀 好 接下來就是死了 Dead people 當你死的都躺在那裡 所有東西都帶不走 是不是呢 這個當然是用基督教的方式 死的時候呢 你就被下葬了 對不對 在墓園裡 請問在墓園裡面 棺材裡 你能夠看到過去嗎 看到現在嗎 看到未來嗎 從今有一個朋友 跟我說笑話 請問萬一我被關起來 又活過來那怎麼辦 請問棺材裡面 現在有沒有叮噹叮噹的 這種設備啊 現在好像棺材沒有這種 好 最後就死 看 死亡的真相 所以 人 生的時候你是咕咕乾淡的 像我剛才放的那樣 小娃娃的照片 你是一個人來 死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一個人走啊 你不覺得 死亡的時候 就像夕陽西下的天空嗎 地藏菩薩 這個地藏十輪經 這一次 要叫你先第一個覺悟 死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個人來的 很孤單 死的時候 我也是走的時候 生的時候是一個人來 死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人走的 這是真的 但是我們很多人 不願意去面對這個真相 我們總要抓很多東西 抓很多的家人 抓很多的朋友 抓很多的財產 抓很多的房子 來告訴自己 哎呀 其實我是很安的 其實你心是不安的 你如果沒有學習佛法 但無常一來的時候 你都有十個為什麼 一百個為什麼 跟一千個為什麼 跟一萬個為什麼 想想你周遭的很多朋友 親朋好友 有些已經先走了 對不對 我們講黃泉路上無老少 所以這樣子講 並不是代表 你要消極 而是要讓你先知道 死亡的真相 接下來 明天我就會講 那我知道這個生命的意義後 我這一生要怎麼過 這個才是十輪品 這一次他要講 十二因緣的真相 那十二因緣裡面 還有一些細節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看到老菩薩也累了 所以今天獎金就講到這裡 那明天呢 請你繼續聽死亡的真相 你才知道說 人修行 你要怎麼控制自己的念頭 控制念頭 先要先訓練呼吸 為什麼 再說幾句 娃娃誕生的 第一個什麼 他為什麼會哭啊 因為開始呼吸了 那你說人死的時候 怎麼樣判斷死亡 這個人呢 已經開始斷氣了 腦波停止了 所以從生到死啊 永遠有一個 永遠你最好的朋友 就是什麼 呼吸 Breathing is your best friend forever in your life 呼吸才是你最真實的朋友 因為你透過呼吸 可以調伏你的心 可以讓你修行 而且最後成佛 所以現在各位要想一想 死亡的時候 我去哪裡呢 對不對 你如果學習佛法的話 那你就很有善根精進 你如果沒有學習佛法的話 斷氣的時候就斷氣了 搞不好來輩子呢 又投胎到新加坡 一看到Casino 又衝進去了 對不對 好 今天獎金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諸位法師 諸位聯友 大家晚安 阿彌陀佛 請各位先翻開講義第九頁 諧順第21順到24順 好 首先我很高興 謝謝新加坡寬祭堂 這個請念地藏法門的修行 那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很用心地編了 《十倫經》續品裡面 玄庄大师翻译的这个祭宋 从第一页到第九页 其实很多人一辈子呢 可能从来都不会念 因为你根本连地藏有十轮经 都不是很清楚 那能够念这部经 也是有很大的利益 当然大家都很熟悉念地藏经 我没有出家之前 我也是念普门品跟地藏经的 因为观音跟地藏两位菩萨 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跟众生的 悲心愿力是广大无边的 而且缘是非常深厚 那所以我真的很用心也很欢喜 希望呢你能够呢 从第一页到第九页 可以把它作为你修地藏法门的定课 那地藏菩萨的功德有无量无边 当我讲经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会为各位介绍这九页 第一页到第九页的祭诵 我想最后一次我再讲 那现在呢我先讲几首祭诵 请看第九页 第二十一诵 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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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幻灯片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可能你自己或许觉得 好像地藏菩萨跟我们很遥远 有些人觉得地藏菩萨呢 还跟我很亲近 每个人心的感受不同 今天我从下午一直会课 我也见了很多人 有时候呢我也很欢喜 因为有些连友去朝圣回来了 有一个连友 也是从四月份 一直念念念念到 普贤行愿品到现代 他真的梦了 他念普贤行愿品 而且呢他念 Om Ma Ni Ba Mi Ho 他有很多的障碍 他也亲自见到观世音菩萨 加持他 那从下午会课到现在 对不对 很多连友呢 一看到师父就哭了 他哭了 我的心也在滴血了 所以会给他Tissue Paper 其实众生是很苦的 苦在哪里 来 看祭奏 请看第九页 第二十一颂 地藏菩萨的功德无量无边 具得重 重得具相应 能认识大地 地藏地藏 就像我们每天踩在的地板上 假如我们人没有地板 你同在空中的话 那你会觉得很紧张跟不安 你哪时候会跳在空中里呢 一个 搭飞机 可是在飞机上 你还是会踩在着飞机的地板 还有一个 假如你去过澳洲 跳过呢 你有没有看过 高空跳伞 跳下去 Bunky Jumping 很可怕的 跳下去呢 啊的一声 你看 你还是没有死 人都是年轻人找兴奋 找刺激 换句话说 我们从早生活 我们人若不安在地板上走的话 我们的心就会不安 同样的 用这个批语说 地藏菩萨就像呢 认识大地 它具足无量的功德 那在大地里面 第一个都长什么 长植物 长稻米 长各种药草 所以因之诸骨药 润则而细软 所有的骨类 然后呢 还有各种药草 都是从大地而产生的 各位有兴趣 若去过印度 你就知道 印度的水果不太好 为什么 传说以前印度是文明古国 但是印度呢 因为人们不太爱惜环境 有些人修很多功德 但也很多人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印度的地水火风呢 五大或四大就被破坏 所以你会发觉 印度的番茄也没什么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大地里面没有养分 也没有精华 印度的小黄瓜 也是这样子 小小的 瘦瘦的 跟你的豆子差不多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 我叫了一个 vegetarian meal 叫蔬菜 什么是蔬菜呢 小黄瓜 还有番茄 还有红萝卜 全部切一切 然后呢 上面撒 辣椒油 还有辣椒粉 哇 very spicy 对啊 为什么 因为老实讲 因为印度的大地 并没有很多的养分 虽然印度是古老的文明 但大地的养分 并没有重新的 recycling 所以当大地若没有营养 长出来的骨 就不是很好 像台湾 FOMOSHA Welcome to Taiwan 台湾春夏秋冬 就有很多很好的水果 最有名的水果是水蜜桃 我现在都流口水了 对不对 你看 还有 Papaya 木瓜 为什么 因为这块土地的人民 大家心很好 地水火风 四大的原树调和 长出来的植物就会很好 所以用这个辟语是说 地藏菩萨也满 所有众生的愿望 你要求稻米的 求药草的 求小草的 求大树的 都能够长得非常润哲而细软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请看下面 二十二颂 我们众生 诸烦恼所富 我们众生 贪嗔痴之烦恼 真的很强 常常都喜欢做什么呢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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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对不对 赌 赌 gamboring 师父没有批评 你不要误会 我也不怕人家听 我讲的是佛法 人都会有贪心 都会想 我今天赌一百块 我假如赢了那边成了 一万新币 我就不用做工了 人都会有贪心 但有些贪 是 是可而止 有些的贪是贪得无厌 当然赌场里面 当然一定会刚开始 让你赢一点点钱的嘛 甚至我还听说 不知道这是马路消息 听说赌场里面呢 还有设计呢 金木水火土 对不对 让你进去 刚开始会很开心 让你赢一点点 可是呢 你有没有听过中国人讲的 十九 十赌 九输 你们都知道 还是去赌的啊 你看啊 这就叫什么 烦恼所覆盖 我们明明知道 不要 我们的脑筋里 告诉我们不要 可是我们的身跟口 是无法控制的 就像很多人 对不对 他很想戒酒 或戒烟 甚至我无意中 看到新加坡卖的香烟 上面有好可怕的 口腔炎的图片 I'm scaring 在我们台湾 这是illegal的 没有错 可是呢 人家会笑我 那师父你们台湾人 很喜欢吃槟榔啊 还看妹妹 槟榔西施啊 对不对 没有错 对不对 你看 你也知道吃槟榔 会有口腔炎 你也知道抽烟 对你的肺不好 可是人 还是喜欢 没事 就这样 叼根烟 对不对 对不起 这是沐浴棒 不是烟 对不对 你看 你觉得 饭后一根烟吗 快乐似神仙 可是你真的是神仙吗 不见得了耶 所以我们有时候人不一定去想我们日常生活所做的行为 所以我们常常会很难控制自己 你也知道不要赌博 也不要喝酒 比如说酒对肝也不太好 酒也花了很多的钱 对不对 大家不是说经济不景气吗 可是我看很多男士 甚至有女士 抽烟跟喝酒 花很多钱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从早到晚 抽烟跟喝酒 省下来的钱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 那可能年轻人就跟师父变 师父我不抽烟啊 我也不喝酒 我也是从来抽烟不喝酒 师父在家的时候 我从来就没有喝过酒 真的 所以我头脑很清楚 我不会像你们这样子 套杯酒来 杯茶不湯吃金蜜 然后呢 然后就 一二三 三二一 我也不会 耍酒钱 我觉得这人很好笑 对不对 心情不好 你喝酒 喝酒 哎呀 酒醉 谦卑少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也不太会讲这些话 因为我不会喝酒 就是人都借酒 消酒 愁更愁 其实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还是很苦恼的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你喝酒跟抽烟 花掉很多钱 那年轻的人呢 你又说 师父我不抽烟不喝酒 但我花很多钱什么 买电动玩具 买电脑 买iPod 买衣服 fashionable的dressing 你也花很多钱啊 所以我们台湾呢 有一个笑话 现在的年轻人叫什么 月光族 美月花光光 月光族 月亮的月 美月花光光 甚至呢 说笑话呢 月初的时候 吃餐厅 月中的时候 吃路边摊 月尾的时候 回家吃泡面 你看现在年轻人 就愿意这样过啊 可见什么 因为你无法控制 你的欲望 desire 你看到这件衣服 你也想要 看到那件衣服 也想要 所以师父教你一个方法 想说你看到一个大雪瓶 你不能回去控制 回家 先送朴仙行运品 送三天 静坐一下 我真的要吗 我没有它 我能活下去吗 对不对 你想一想 第一天你可能还想要 第二天你会觉得 其实有跟没有都可以 第三天 没有那个衣服 其实我还是一样活得 very cool 对不对 还是一样活得下去 然后同样的 你想买包包 这样你有一个包包 两个包包 三个包包不错 对不对 包包有不同的功能 有些包包是穿运动衣服的 有些包包呢 是让你做电脑的 有些包包呢 是给你放很多化妆品的 都可以 但是你想想看 假如你超过了三个包包 跟五个包包 那第六个包包呢 其实不需要吧 所以你说新加坡人 觉得很苦很苦 深呼吸一下 自找的 你的欲望太多了 你想要的很多 可是你真正需要的并不多 所以这里讲 诸烦恼所覆盖 你很欢喜去做那些 违反 五戒跟十善的恶业 想杀盗淫忘酒 你没有钱怎么办 就动脑筋 第一个骗人 骗你的朋友 第二你没有钱怎么办 赌博 第三没有钱呢 还更糟糕的卖毒品 或做一些违反的行业 违反伦理道的行业 为什么 因为你都想 先赚到钱再说吧 可是你知道吗 你赚了钱以后 你会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的 包含你造了很多的恶业受苦 等到你得了癌症的时候 你又来问 师父你怎么办 答案是凉拌 没办法了 因为你造的恶业太深了 所以因为这样 水珠一听 我们脑筋里知道说我们不要 可是我们的身跟口 甚至我们的念头 是控制不足我们的烦恼 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 所以我们要诵经 所以我们要念佛 念咒 甚至修禅定 你才能够控制你的心 假如你不能控制你的心 不要说什么 今天是礼拜六 对不对 待会讲完经很高兴 一回向晚 可能又来又去 给人 蹦跶跶跶跶跶跶跶了 对不对 完了以后呢 再出来吃榴莲 对不对 明天早上再拜大悲惨 明天晚上再来听地藏法 满 你看 这就是众生轮回的真相 轮回真的很可怕 没有人强迫你 为什么 因为你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这里 看二十二頁 歸近地藏者 煩惱惡以接觸 你常常歸命地藏王菩薩 包含拜地藏菩薩 供香花燈果族 供地藏菩薩 我念地藏菩薩的聖號 我念地藏菩薩的咒語 乃至於送地藏經 十輪經 慢慢來 不要急 你的心慢慢慢慢就會調伏 在座也有一位蓮友 我不是說名字 我上一次講座的時候 在精明佛學社 他突然發簡訊給我 他的兒子 沸積水 進醫院了 他非常緊張 當然他發簡訊給我 師父回他簡訊說 我會為你送金 他問我是不是要求地藏菩薩 我說可以 我連續六天講 顯密人容觀音法門的功德 我也每一天回想給他 他兒子終於出院了 他現在坐在這裡面 對啊 所以我不要說水 師父只講故事 所以人都是這樣 有碰到苦難的時候 你才會搶到佛菩薩 對不對 就像上一次我講經也說過 我的妹妹曾經不幸被人家告了 也住進土城監獄 本來打官司要三年的 後來打了變一年 最後變三個月 他還寫信給我 哥哥 我很懺悔 對 我在監獄中 他發心吃素喔 對啊 他不吃肉啊 然後他每天念心經喔 念觀世音菩薩 結果呢 一個月出來以後 特別來佛堂 謝謝我 頂禮我 他說哥哥我要發心 我要學佛法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 我就一直看著他 然後過了一個月以後 就不見了 要是我是地藏菩薩 跟觀音菩薩 早知道我要觀他三年 觀你三年 你還可以念三年的經 那一下子呢 滿你的願望 一個月出來 出來就造惡業了 當然我的妹妹後來也學佛法 但是就是這樣子 因為講have have 有困難來的時候 就想到哥哥是出家師父 師父 你要慈悲啊 對不對 你不要忘了要幫我回向啊 對不對 不然困難的時候呢 會來找我 沒有困難的時候就不見了 不見了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本錢 要去吃喝玩樂 去燒 殺到淫忘久的惡業了 終生就是這樣 就像舉個例子 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平常呢 回到家裡呢 就像旅館一樣 對不對 住在家裡 爸爸媽媽做工很辛苦 孩子出去了 你也不知道你孩子在做什麼 對不對 萬一他交上了壞朋友 他也沒有學習佛法 然後呢 還交上了不好的 什麼到不好 很簡單的我公開說 第一個色情 第二個是暴力 第三個是毒品 第四個 食 賭博 暴力就包含著黑道 你只要這四個裡面沾一個 每一個人都會被毀的 那你說誰害你的呢 自己的煩惱所蓋住自己 所以地藏菩薩跟觀世音菩薩 身身世世都滿你的願 為什麼 因為他不滿你的願 你就不來學佛了 那你會有個問題問師父 師父為什麼有些人一求啊 他就真的有願望 為什麼 因為他過去生多生多節 都修地藏法門 在部分一裡面我講過 我在台灣有南部 台南有一個聯友 真的 他每次一碰到他就在家裡 他家有種很莊嚴的地藏菩薩 就每天哭 就好像小朋友對媽咪一樣 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 他可以哭很久 然後一直催催念 念完了就睡著了 因為他一睡不著的時候 他做夢就夢到地藏菩薩 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常常可以夢到地藏菩薩 甚至地藏菩薩在夢中 就像媽媽鼓勵他 沒有關係 沒關係 慢慢來 不要急 你身體不好 我會加持你 你生意不好 慢慢來 過幾天就會有人來跟你做生意 真的 對 所以呢 他每次一求地藏菩薩 感應力都很強 因為他很真心 他虔誠 他問我為什麼 我說因為你 身身世世都拜地藏菩薩做老師 可是這一輩子你忘記了 對不對 他有一個兒子 相貌也很好 對不對 本來說要出家 出到現在也都不見了 所以不要勸人家出家 出家要自己發心 後面會講到 作為出家生潔是有很大的功德 可是要自己的願心 那可能也有一個問題來了 有些蓮友也說 師父你講得很好 我開始求地藏菩薩 怎麼我求一天 兩天 三天 地藏菩薩 奇怪 睡覺了嗎 怎麼都沒動靜呢 不是 是你心中的液 像骯髒的灰塵一樣 還沒有擦乾淨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就像面鏡子 每一個人的灰塵不一樣 當你的煩惱貪嗔痴一升起 你去滿足它 你的煩惱就會越來越重 就像鏡子上面 又多了一層的灰塵 你今天發了一次脾氣 你的鏡子上又多了一層灰塵 你今天偷了別人的東西 偷盜 違反五界十善 又多了一層灰塵 你的灰塵呢 厚到有刀子刮都刮不掉啊 所以每一個人懺悔的功德力 是不一樣的 每一個人求佛菩薩的這個速度快慢 也不同的 但是佛菩薩是無我的 沒有私心的 你要有耐性 你不能說 我今天求佛菩薩 那個人有 他求了有效 怎麼我求了一個月還沒有效 因為你的業障 比較重一點嘛 你要慢慢來 所以接下來再看 二十三 現做種種生 為眾生說法 具足施功德 悲悯諸眾生 地藏菩薩跟觀音菩薩一樣 可以因以何生得度者 即現何生而為說法 其實它最重要 最後還是要告訴你佛法 因為你了解佛法 我們昨天講 禍業苦 禍業苦 你為什麼會造業呢 受很多苦呢 因為你很迷惑嘛 你不了解佛法 所以你不學習佛法 不聽聞佛法 你不知道修行的方法 你往往是盲修瞎練的 接下來他講 具足施功德 這裡的施功德 其實你在旁邊寫 具足六度的功德 他因為寄送的關係 他寫具足不失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般若的六度功德 他有悲悲眾生的心 就像媽媽一樣 永遠滿孩子的願望 最後二十四 假使百千節 釋迦牟尼佛用跟無量諸佛 在第九頁第24頌 假使釋迦牟尼佛跟無量無邊的諸佛 經過百千萬億節 一起來宣說地藏菩薩的功德 永遠是說不盡的 所以由上不能盡 所以釋迦牟尼佛讚嘆地藏菩薩之外 也請與會所有的大眾 應當自心供養地藏王菩薩的聖像 佛像或佛卡或雕像或花像 因為我們眾生就是沒有福報 所以你要先從六度的廣修供養開始 所以地藏菩薩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 好 接下來再翻開來 請翻開到講義二十七頁 第二行 細說三流 昨天講我們生死輪迴 十二英元 我還沒有講完 請看 換燈片 好 請看 換燈片 我們每一個人生出宅的時候 都是很可愛的 對不對 我小的時候也是很可愛的 我媽媽說我小時候看到誰都很笑 然後呢 可是我的汗線比較發達 比較喜歡哭 而且我看到男生女生 都會自己先去親他一下 所以我人緣不錯 不過長大了不能亂亂親 會變成誤會 你看小朋友 New rebirth 小孩子是出生的生命 好 現在注意聽 我昨天繼續講 十二英元其實有很多 十二英元其實也可以講六天或五天 但我先講重點 請你專心聽 希望你將來呢 在不同的法師或佛學班 還可以繼續上十二英元的課 這是很重要的 孩子來到人間 也看他的業 有些孩子一生來 就非常有福報 比方說 大大的 脖子細細的 手黑黑的 那整個像惡鬼道的眾生 有時候師父真的不太忍心 放這樣的照片 因為我放這樣的照片 我自己都會哭 為什麼 所有的眾生 他也活在South Africa 那為什麼 因為當然也是他的業 沒有一個人想要投胎 說 我就要去投胎到南非去 每一個人都希望去投胎 去做伊麗莎白女皇二世的兒子 請問你可以投胎嗎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業不是你能決定的 所以我常常說 天底下有很多求不得的苦 其中有一個求不得的苦是誰 誰來你家投胎啊 做你的孩子 你是沒辦法決定的 你也不知道 真的你沒辦法決定 所以有些孩子來的人間 他一出生就很有福報 那是他修來的 可是有些孩子一出生 就生在病痛很多的家族 比如說有遺傳癌症的家族 有些一出生 他家族就要做很多特殊的行業 然後生命活得很辛苦 所以孩子也是自己造的業 那注意聽 假如這個孩子過去生是佛教徒 一投胎來人間 他生在佛化家庭 你會看到有些小朋友 一出生他就會拜佛 他看到師父就會合掌 他看到阿彌陀佛他就會指手 對不對 那是有善根的 對不對 一般小朋友看到什麼東西會指手 巧克力或是錢 對不對 不是每一個人看到佛像 他都會有恭敬心 所以孩子也是你自己修來的業而不同而顯現 好 那假如你是學習佛法來的人間 那就恭喜你 你是呢 來了人間的一位 人間的菩薩 阿摩草 心菩薩 所以 來了人間 你有足夠的生命 可以行菩薩道 可以學習佛法 可以幫助眾生 可是 假如 你 來了人間 你不是學習佛法 你身在不好的家庭 又是外道的家裡 然後 你為了生活 又很痛苦 常常要做很多 殺到迎望久的事 最後你的生命也會很悲哀 你人生也會很痛苦 好 所以 當你從出生開始 然後一直慢慢的長大 讀書 最後 男生去當兵 女生也工作 最後 你就成家 立業 結婚 生子 買政府主屋 然後 就老了 就全部坐在這裡了 對不對 你看很快喔 生命這樣 不到一分鐘就過了 可是現在有個問題 你生老病死的苦啊 你都能承擔 你買一個政府主屋的苦 你都能承擔 為什麼你學佛 都吃不了苦呢 這個先要問自己 接下來 人生這樣一過了以後 你看 當你斷氣的時候 老死那一剎那 看幻燈片 哪時候過世喔 其實沒有人知道 不然我來調查一下 你知道你哪時候會狗的請舉手 連師傅也不敢舉 我還沒修到那樣 不過 在中國 中國人有些呢 一出生的時候 好的爸爸媽媽都會幫他看八字 有沒有 看算命的 算一算你大概可以活到六十歲 七十歲 或是活到八十歲 聽說以前我小的時候呢 我媽媽給人家去算命 算命說我有佛骨會出家 所以他不告訴我 所以當我要出家的時候 他很難過 為什麼呢 因為被算準了 沒有啊 我以前不知道 後來我出了家以後 他才給我看那一張 原來呢 我從一歲一直算 到七十五歲 算到八十歲 八十歲以後就沒有算了 沒有算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假如我繼續修行的話 壽命就會延長 你如果不修行 你造了很多違反天地道德跟良心的事 或傷害很多眾生 你雖然算命說你八十歲 但是你也會提早變成七十歲或六十歲 做過世的 所以夜它是會變化的 好 看幻灯片 當你人過世的時候 現在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麻煩來了 死的時候你去哪裡 好 現在繼續我要講十二因緣 注意釘喔 我講昨天經論裡面沒有 當我們人斷氣的時候 剛開始你會有地 水 火 風 就第一個 風先斷 這個雖然我在淨土中講過 不過我現在講的注意聽是講十二因緣 我也講更詳細一點 聽過的請專心聽 沒有聽過的更要用心聽 我們現在斷氣了 你現在知道說我今天要走了 你的身體就開始 第一個呼吸會慢慢慢慢慢慢 的減弱 地 水 火 風 風 風先斷 風 你就這樣呼吸 你覺得快不顯了 然後你就呼吸越來越熱 最後就一口氣 就走了 這個時候風先斷了以後 醫學上你腦波就開始會下降 所以醫學的判斷是說 當這個人腦波停止的時候 他的急遺氣到零的時候 他就判定死亡 所以醫學裡面死亡的定義是怎樣 可是在佛法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你還有體溫 所以你怎麼去說服醫生跟護士說 他還活著 因為他還有體溫 佛經理講你的神是 佛經理並不講靈魂 不過一般阿姨跟叔叔都會說 那個人的靈魂 其實佛經是講神是 因為靈魂當中還有一個問題 會偏著有一個我 你的靈魂或神是就在身體 開始要跑出來 就好像舉個例子 你的車子開一開開 突然停車了 沒有油 沒有油怎麼辦 你就趕快從車子裡出來 突然你就發現糟糕了 我的門都被鎖住了 對不對 這時候你就會想敲玻璃 我趕快翹啊 對不對 同樣的時候 那我們的神是呢 就會從我們的身體要離開 離開 所以從大乘佛法 乃至於淨土中的角度來說 人神是離開的時候 至少要八個小時到十二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他的體溫才會冷透 他就會從身體的靈魂裡跑出來 這時候你身心就分離了 可是在分離當中 不管佛教或基督教 就會常常會有一個呢 什麼例子 你會看到光 白色的光 不管基督教 或佛教都有很多人經驗 我看到一道白光 白光是什麼 其實是你自信的顯現 可是那個很短 一下子就沒有了 接下來你身心分離了以後 對不對 第一個 風停止了 第二個呢 就是 體溫 火 停止了 接下來呢 你的肉 就開始慢慢爛的 我們講停濕 對不對 我們家人過世 停濕間 放著 或太平間 你的地就會爛 最後爛的時候 血 骯髒的 噗噗的 排泄物就會流出來 水就流出來 好 這個時候 你說斷了以後呢 你的靈魂呢 就離開了身體 離開了身體 有嗎 就會在你的房子裡飛 所以古人有一個例子說 做妻的時候 然後呢 拿石灰粉 假如家人回來 他就會看到有腳印 這是真的 但不要亂亂試 你這樣會嚇到家人 小孩會不會嚇到 比如說阿公走了 阿公回來 可是我看不到他 只有腳印 你這樣會嚇到小孩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執著 好 這時候斷氣的時候呢 剛開始每隔七天 他就會做夢一樣 就像睡覺一樣 起來一下 然後又睡了 然後這時候 他全部都可以飛 可以飛到非常非常的遠 所有的山河大地到處飛 因為他這時候身心脫離了 就完全 totally freedom 他全世界哪裡都可以飛 可以飛到外太空 也可以飛到埃及的 Pyramid 金字塔 也可以飛到菩提家爺 他哪裡都可以飛 他這時候 他覺得太棒了 可是那個時間很短 接下來他就害怕 糟糕 怎麼天然開始慢慢變暗了 請問 暗的時候你要找什麼 暗的時候你找什麼 對 沒錯 可是這個時候 注意聽 每隔七天一次 有些人七天就去投胎 那因為光 對不對 你就動念頭 哎呀 黑暗了 糟糕我要裝光 那哪時候有光呢 我看到那邊有光 為什麼 因為那邊有一個男生跟女生 正在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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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淫慾之火 那是你的爸爸媽媽 對 你就飛過去了 這麼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很微妙喔 你要投胎的下一個爸爸媽媽 只有他那會出現光 我們叫浴火 淫慾之火 淫慾之火 他就會放光 這時候你就會飛很快 你看到了就 哎呀 I like them first and then 你就很高興啊 這時候呢 注意聽 男生跟女生的投胎 是在這個時候決定的 因為中醫生裡面沒有男生 也沒有女生 他是透明的 神式 這時候你看到爸爸 你抱上去 你生上來就是女兒 你這時候喜歡媽媽 抱上媽媽 因為人都會有參與感 對不對 你抱上了媽媽 生出來就是兒子 所以叫做母子情生 婦女情長 這時候才決定投胎的 所以靈命中的時候 為什麼生出來的娃娃 會跟爸爸媽媽長得很像 你們常常會說 你看這個娃娃像誰呢 兩個都不像你 請問他從哪裡來的啊 有些人說 這個呢 生出來的時候 是長得像媽媽 對不對 其實媽媽 那他大部分呢 是男孩 因為他那個時候喜歡媽媽 對媽媽產生了歡喜心 有些人長出來說 你看他這個人 他眼睛長得像爸爸 對不對 或嘴巴像爸爸 他生出來就是女兒 所以男女的決定 是在靈終最後抱住 擁抱的那一剎那 他決定 然後呢 你就進入了爸爸媽媽的 所謂 精子跟卵子結合的受精卵 一剎那之間 精子跟卵子 再加上你的神式 consciousness 你進入媽媽的子宮 你就睡著了 你就忘記了 前世的事情你就忘記了 投胎就是這樣來的 各位聽得怎麼樣 你終於知道自己怎麼投胎了吧 真的 其實投胎就是這樣 不然我反問你 你現在沒有出生 小時候的事情 三四歲的事情 還記得的請舉手 好 可能有些人記得 有人都已經忘記了 好 那在還沒有投胎 我剛剛講 你還沒有進入媽媽子宮 那一剎那之前 你自己是什麼的 請舉手 你看 你都不知道吧 沒有錯 所以佛陀說 注意聽 如果沒有釋迦牟尼佛 告訴我們十二因緣的真相 我們一出生跟一死 出生 對不對 一投胎 一轉失 我們死掉的身體的骨頭堆起來 比虛弥山還要高啊 然後我們的家人 一過世的時候 我們就哭啊 阿公 阿媽過世哭啊 爸爸媽媽過世也哭啊 自己的家人啊 不管兄弟姐妹呢 這個發生車禍 突然過心臟病過世 你也哭 你流的眼淚啊 比四大海水一樣啊 還要多啊 可是你都忘記了 所以輪迴的苦就在這樣 好 那現在有個問題 那我如何讓我自己 不要繼續投胎 好 有幾個關鍵 當你身心在分離的時候 第一個 你要有禪定力 不要怕 比如說 我現在 我知道我要走了 走的時候 身體就像呢 脫一件冬天的衣服一樣 你的心先要定下來 不要怕 所以學禪定很重要 第二 這個時候 你人之常情都會怕 你會放不下你的家人 親朋好友 還有你的子孫 還有你銀行的存款 對不對 你的心 你會死去的